哈喽 快点快点 怎么了 你吃干嘛 这削土豆 削土豆干嘛 晚上吃呀 哦 晚上吃啊 那现在还早的嘛 先弄你嘛 先不要管他 先跟我来 怎么了 有的事有的事 快点快点 怎么了 你看 呃 这些牛你喜欢哪一头 帮啊 你们买牛啊 呃 对 叔叔 我们想买牛 你叫牛要不要卖 要卖啊 呃 多少钱啊 买大的嘛 小的 我买那头 最大的那个 黑色的那头 一碗牛 一碗牛 是不是啊 不要 你干嘛呀 这是 不是 你们家 不是很需要一头牛吗 是不是 哎 不要玩飞哥 你这样每次都这样 你 没事 你喜欢他 咱们去把他买 不要 不要 咱们回去看一下 你看喜不喜欢 我不看 你干嘛呢 怎么了 快点走了 不是 你去看一下嘛 喜不喜欢嘛 咱们就给他买了 不要 我也不会要的 不是 你爷爷那个 现在种 呃 挖地体系苦的嘛 是不是 有头牛 割地就好了嘛 没事 我们那个又煮的慢慢 去弄嘛 没事 怎么了 为什么 我 牛 突然之间你说你要给我买一条牛 你这是在干嘛呀 没有 我看着你 爷爷体系苦的就 想给他买头牛 不要走 我也不会要的 走吧 这个不出了 咱们就把这个买了啊 哎呀 不要 走吧 快点 走了 你买了 我也不要 这个是 爷爷 一万六是不是 嗯 就要这头了啊 黑色的这头啊 呃 微信 微信付款给你吗 哎呦 哥 你干嘛呀 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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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走走 你 如果你这样子的话 我们俩就绝交了 不是 是干什么吗 不会要的 而且你这样走就绝交了 你这样的话 我们就走了 以后不要再找我完了 什么 阿罗 阿罗 哎 我要这个 这个 哎 你要买牛吧 我少点给你嘛 少一点给我 是不是 哦 一万五 一万五 王福哥 快来 你这样 我明天再来买啊 好 阿罗 阿罗 你干什么 你干嘛呀 王福哥 就一头牛嘛 没事的 你怎么像曲不加一样的 曲不加以前也是给我 拿了拿了一条牛 然后 现在让我嫁给他们家 不嫁给他们家 他用他们家又把那条牛要回去了 我不是这样的人 曲不是曲不是这样的人 不代表我也是这样的人吗 是不是 我是送给你没有图什么啊 啊不是说你必须要嫁给我才送给你那种 以后我也不会退的不会像曲不一样退回去的 他们家以前也是这样说的 而且我我凭什么要你这一条牛 我拿什么身份要你这一条牛 我是你什么 你是我 对 你说不出来了吧 你是我什么 我是你什么 哈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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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这一万五千块钱不贵啊 一头牛啊对我来说真的什么都不是也是你只要你喜欢我我希望让你开戏 万福哥 我希望我们两个之间只是有单纯的那种存疑 我不希望我 我不希望就是你给我送这样的给我送那样我才这样跟你在一起玩或者我贪图你什么 我不希望有人这么想我我没有这么想呢 可是别人会这样想的呀 不是一头牛可能对你来说什么呃多少钱就呃会想到什么什么东西去了但是对我来说就是 单纯的送给你们真的什么都没有想就但是我你看我们两个认识那么久了啊看到你不如意我就当初是帮忙一下嘛是不是 不要就像我刚才我说的那样我没有什么特殊的身份要你这条牛走了吧不要再说了阿喽阿喽 不要再说了 走了给我个机会吗不要我们我希望我们两个能做纯洁的友谊好不好我不希望就是在你身上得到什么 我没有说你是在我身上得到什么 可是别人就不会这样想的呀我们贡我们的为什么要在乎别人的看法 那是你我心里面可以不是不是这么想的 走了王哥走 你走不走啊 你不走我走了 啊 阿喽 走 那不咋没了吗 刚才都已经跟你说过了 你爷爷已经说得很清楚了 快点走了 快点走了 我买了书给爷爷 书给你爷爷 我爷爷也不会要的 我爷爷的想法也和我一样的 我爷爷的想法也和我一样的 我走了你走了你走了 走啊 小心点 哇飞哥 嗯 其实我知道你是对我好的 就刚才你把那条牛送给我 其实对你来说你有钱嘛 然后就没什么 但是我就想靠自己的努力自己的双手去得到这些东西 而不是你平白无故的给我送这些我就要的 是对不对 而且我这这样的话我心里也很不踏实的 没有一头牛没事的 其实 我就只希望和你做最纯洁的友谊 我不想在你身上得到什么或者拿到什么 然后 你想一下别人怎么看我 他肯定想着你有钱我跟你 我在你身上得到什么 我们做普普通通的朋友 就做纯洁的友谊好吗 做好朋友 那阿乐 嗯 你答应我 以后不能再像前天一样 去去不家要牛什么的啊 好 我答应你 还有 以后再也不能就是 为了一头牛什么的就 投一嫁给那些什么你不喜欢的牛 不喜欢的人啊 嗯 好 开心点笑一个 不想错又快乐 在你初见蔓延 让我看见 你最幸福的笑颜 阿乐 啊 你在干嘛呢 你来了 啊 我在哪里吃光 快快快快快 你怎么过来了 哎呦我记得听那个邻居说就是 我记得去你家找你玩 然后听你邻居说你过来这边 你这是干嘛呢 这边嘛然后再修那个 然后我想过来打一个零食锅 你打什么零食锅 一天八十还可以了 我想赚点钱给我买爷爷买条牛 牛不是说我我来想办法吗 我不要你来想办法我需要个 我自己通过我自己的努力去 把这条牛买过来 昨天我给你买你又不要 不要通过我自己的酸是可以的 哎呦 你怎么过来了 要不咋咋不干了咋走了咋走 哎呀我不干这些的话我干干嘛呀 哎呦 走咋不干了咋回去了 不做的话我什么时候才能给我爷爷买一条牛 牛我帮你买了走 还可以一天八十呢 你可以一天八十块钱你看你 没事 你买什么牛真的一天八十块钱 你干到明年也买不了牛啊 然后不主要是这边离我家还挺近的 然后我下班了以后还可以给我弟弟外面做饭 觉得挺好的 对了你今天你就先回去吧 我也等会我跟你聊太久的话 我害怕那个工地老板他会不开心 害怕又不会要我 这是什么吗 而且好不容易我叔叔跟他讲了他我才 在这边上班 那我记得在这里陪你玩 你先回去吧 明后一天你再过来找我吧 没事我没事我真的等你下巴 你们这里你下巴还有多久应该 现在都四点了应该还有几点才下巴 下午肯定六点 没事没事我真的等你 你走吧 没事我等你 你说你几点下巴 六点以后 六点 那还有两个小时我陪你啊 那你在这里玩个水买一下啊 然后等会先上班 然后等会我们再一起回去好吗 好谢谢 我们都在用力的活着 酸甜苦辣离醒过也催过 也曾倔强脆弱 也曾倔强脆弱 依然执着 相信花开以后 回忆结果 我们都在用力的活着 我们都在用力的活着 爱恨成败离应过也输过 也曾灿烂失落 无悔选择 相信莫难离近 是收获 成长的路上有几层曲折 哎老板啊 呃你是他们的员工吗 他们的固托吗 对对对 我是他们的老板啊 你说不是啊 呃那个 我现在就在干活的那个小女孩 是我一个朋友 然后呃 你一会儿能不能帮我干嘛 就是这样的 你拿这五百块钱给他 就说是你们公司给他奖励的 就是他呃 今天来上班的每个人都有五百块钱奖励 然后帮我把这五百块钱给他 不要说是我给的 不早的话他不会要的 哦就给他是吧 啊 所以我看他挺不容易的 就是想帮忙一下 就那个女孩子是吧 啊对对对对 啊可以可以 啊谢谢啊 不要说是我给的啊 一段情要埋藏多少年 一段情要埋藏多少年 一封信要值来多少点 两颗心要承受多少痛苦的煎熬才能够彼此完全明了 你应该会明白我的爱 随人我 怎么了 我可以下班了 那个老板说 啊 然后 他说奖励五百块钱 为什么 他说那 那个上面大老板下来了 然后每个人都奖励五百块钱 好 那你运气太好了吗 真的运气好好呀 来来来喝你的水 这这么好的时间了 现在下班了是不是 几天呢 咱们回家了 走 哇真的 这个老板太好了 这个老板太好了 我今天第一天来是来对了的 对不对 你刚才你都还 妈我不要坐了走了 要吃来多少天 要了 你不干了吗 我还是要来 不行 我讲要来来什么 不来了 好 那先这样 咱们回家 彼此完全明了 你应该 会明白我的爱 虽然我 从未向你坦白 看她